阿哈 阿哈觉得很奇怪 艺人投资副业为何都把地区捉迷 先来看纳豆 本来风光买了千万麦拉伦 五间烧肉店却倒了两间台中店也岌岌可危 就没什么专了 真的没什么专 最惨例子来看献哥 阿哈想起他以前投资LED失利 全新存款剩150万负债高达七八亿 邀寿欧阿标卖一万 够屁股都不够赔 阿哈也佩服献哥风山再起 现在节目一个接一个 然后又再投资有的没的柯柯 开店最重要就是要花钱嘛 欸 OK的 谁可最近开的三家店剩一家 是因为一粒一休 哦一粒一休 那个店 你退出那个 赚起来跟那个加班就要赔钱 要那个加班费 不如来看看 诚诚哥副业成功心法 他以前开餐厅陪到托库 现在增办面年营业额破亿呢 量力而为 轻力轻为 这八个字把写下来 不要去做你不熟的事情 也不要去做你没办法参与的事情 合伙 这两个字啊 就一人一个口 果然问题多 所以 一定要很清楚你的合作伙伴是谁 他能不能成为一个 很有战力的团队 护花霞八点挡下周四见 下周三天 感谢观看